水母说电影 内涵你会等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剧情片 《裸归》 我们的男主水哥从小家境贫寒 父亲喜欢喝酒吹牛 母亲又是餐级 一家五口的重担 全压在母亲艺人身上 水哥从小就受尽了同学们的冷嘲热讽 在他13岁时 因为没钱供他上学 于是母亲只能四处借钱 结果遭到了一顿数落 自尊心极强的他 选择了辍学打工供弟妹读书 后来他组建了一个装修队 带着村里的人一起赚钱 有了一定的居序后 水哥承包了一家酒吧 却一时听信了兄弟大壮的建议 将整个酒吧抵押给了他人 最后才发现被人骗了 后来债主找上了门 争执中水哥不小心把对方致死 惊慌失措的水哥回到家 他已经做好了自首的打算 可是母亲疑似相逼让他逃走 他只能含泪离开 其实他并不知道 那个人并没有死 在赔了一大笔钱之后 这件事就此作罢 而弟弟抱怨家里给大哥赔钱 整天闹着和母亲要钱 卖了家里的房子 在城里买房结婚 从而气死了母亲 随后又把父亲和妹妹赶了出去 另一边 远在他乡的水哥 靠搬运货物维持生计 后来攒了一笔钱 水哥便开始倒腾西瓜 因为对顾客真诚贴心 吸引了一个公司董事长 眼镜叔的注意 经过多番考察 眼镜叔把他带到 自己的公司发展 一遇贵人 身价百倍 他的事业也开始如鱼得水 然而因为杀人的缘故 他始终惶恐不安 在眼镜叔临终之际 想要把女儿小白和公司 都交给水哥 他却百般推卫 无奈之下 他将杀人之事和盘托出 随后穿上一身破衣 踏上了回家的路 小白偷偷地给他塞了 五万元钱和一部手机 在火车站旁 水哥遇到了一位 给孩子治病的母亲 他的钱在火车上被人偷走 没办法 他只能跪在地上 寻求好心人的帮助 此情此境 水哥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于是把所有的钱和手机 都给了他 而这一幕 恰好被一位路过的女记者 小丽看到 小丽对这个身穿破烂的水哥 很是好奇 一路跟随他的足迹 探寻他的故事 回到村里 看到水哥一身落魄的装扮 二舅妈横眉冷对 童年发小的计讽 大舅的漠视 水哥只能无奈地笑笑 回到家里 家里也是物是人非 知道弟弟所作所为的水哥 找到了他的家里 看着眼前弟弟体面的生活 水哥气不打一处来 而弟弟丝毫没有回忆 反而埋怨水哥的不适 气急败坏的水哥 打了他一巴掌就离开了 随后他找到了自己的妹妹 而妹妹因为虚荣心作罪 却装作不认识他 心灰意冷的水哥 找到了当初的兄弟 大壮 大壮却不屑地 给了他一千块钱 把他打发走了 这一幕幕 水哥看在眼里 也记在心里 值得欣慰的是 自己多年的好友小强 把自己身上仅有的钱 全部给了他 并鼓励他 一定能东山再起 而另一边 小丽通过多方打听 得知了水哥的过去 他跟随水哥 来到了他的母亲分钱 水哥因为内疚 一直跪在母亲的分钱赎罪 小丽也开始敬佩起水哥 他写了一篇报道 宣扬水哥的事迹 当他把一切都写出来时 他竟然一时凝夜了 新闻报道后 水哥的事迹 一下子被传开了 各大媒体 纷纷报道这件事 村里的人看到采访后 才得知 原来水哥早已 紧非昔比 小白得到水哥的消息 前来接他回城 此时的水哥 已经在母亲的分钱 跪了几天几夜 人们担心他的身体 强行把他拖走 情绪激动的水哥 喊了一声妈 就晕了过去 这时的人们啊 态度突然转变了 大壮 弟弟和弟媳 一起赶到医院 而水哥已经走了 水哥回到村里 原本讥讽 嘲笑他的邻居 也送来了礼物 为的是 希望他能带走 自己的儿子 跟着一起去发财 但是临走时 他只带走了小强 这个一无所有的人 在他落魄时 依然帮助着他 这份情 他要还 在影片的最后 水哥来到了二舅家 二舅妈的儿子 因为惹事生非 欠了一屁股债 水哥留下了三十万元 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 二舅妈哭着跑出来 他跪倒在地 只有泪水能证明 他的那份愧疚之情 人在荣华时 你很难看到 围在你身边的人 谁是真心实意 但在你落魄时 能守在你身边 不离不弃的 才是对你 最真诚的人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罗贵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